阿娘 大哥你也帮帮忙 驾车要专心啦 差点就撞到对象汽车 吓得在现场一起会刊的警察伯伯也大声提醒注意 这是9月初会刊时的危险画面 也是暖暖区暖暖街衔接水源路这个危险路口 经常发生的危险现况 由于车流量大又是一个双向都可以大回转的路口 驾驶人或机车骑士一不注意经常造成交通意外 因此9月初在市议员林敏勋和暖暖里长陈建兴一起办理会刊争取下 最近已经在白色曹化线上加设软职分向感 提升用路人的交通安全 你感觉这边的交通状况 有没有大家在骑车在转弯的时候比较趋缓 应该是有的 我在这边观察很久了 重点是他们来的时候速度会很慢 不像以前你们都拍过了 车子会吓一跳 然后有车祸了很多次 然后这次已经有七缓了 差很多 因为双龙桥出来 要跨越暖接的这个潮化线 很多人会从这边回转往暖西国小的方向去 那其实不管是摩托车或是车辆 其实很多会直接跨越到那个潮化线上面 那其实非常危险 那因为它回转角度的半径的关系 那你在穿越的时候有些如果它从上面下来 会速度太快的车辆会没有看到 那这个地方时常发生大小不断的车祸 那所以说那个我们陈建训里长就有特别建议 那敏萱这边办的会刊 我们在上个月办会刊说希望说在这个软值分 软值分向杆可以设置在我们的潮化线上 那设置完之后我们观察一段时间 那经过的车辆其实都会 因为这个软值分向杆的设置之后 软值分向杆设置上去之后 那车辆在行进的时候都会放慢速度 那尤其是我们也有特别请那个公务处这边在设置 叫公务处这边在设置的时候 要把软值分向杆的那个间距要缩小 那所以它在50公分以内 让摩托车没法直接从那个分杆框中间穿越 才能有效的达到这个让车辆放慢 然后大家遵守这个回转的这个半径的这个规范 那让希望说这个地方的这个事故可以减少 那主要就是为了民众的安全 那虽然说可能会造成不变 但是还是要希望说民众遵守交通规则 小心行驶放慢 安全才是回家最好的道路 不过李敏勋还是提醒行进这里的汽车驾驶人 或是机车骑士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 减速慢行才能避免交通意外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对应计划 对应政识来说 嗯 哦 嗯 嗯 嗯 谢谢大家